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竹窗随笔 王阳明先生创立的智良知学说 是由于他在品学实践方面 具有深厚的造诣所形成 并不是故意用标新立意的学说 来扩大他自己的门派 然而喜欢会通如佛两教的人 就认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就是佛所说的真知 但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为什么呢 良知二字 本出自于孟子 我现在用英明三知比良的命题 理由辟喻三知来分析说明 良知是人人本有的 因为这是不需要经过思虑就能知的 例如小小年纪的孩童都能知道 爱亲敬长 由此可知 所谓良是美好良善的意思 良知是自然而然就能知道的 并不需经由教育才能知道 可是人们那种自然而然 爱亲敬长的良知 已被望尘遮蔽 染污太久了 怎能与恒长不变 真实圆满 清净光明 变照一切的真知相比呢 真字与良字的含义 理应有所辨别 今天的竹窗随笔 就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